好 非常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嘉龙 来 今天民国113年西元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 礼拜五的时间 周末之前七点钟的时段非得早餐呢 通常我都会把一些吃歌玩乐的一些活动呢 摆在这儿 方便大家呢 在周末的时间呢 转换心情 同时也在接接受一些呢 比较能够让你生活呢 有调剂味道的讯息 好 那今天的9月20 虽然我节目呢 是预录的 不过到这一天的时间 因为明天9月21就是秋分 秋秋分 春分 秋分 日夜对半分 就季节转换的时候 同时中秋节呢 也已经过了 所以大家开始呢 做一些呢 秋凉的天气的准备 好 不过今天 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的来宾 嗯 他说偶像啦 我要说他有偶像啦 他可能还不太 因为 因为毕竟我是听他的歌长大的 而且我告诉你 你的歌我都会唱 当然不可能唱得像那么好 我都会唱 然后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呢 都是演唱会的时候 他在台上 而且他不只会唱 最重要是这个人的性格上面是调皮的 应该吧 对不对 你个性上是调皮的 不但调皮 而且三八 对对对 我告诉你 我就是觉得他在台上 我相信他在后台 他绝对是那个让大家的嗨 让大家开开心的角色 对不对 这个是你的天 天性吗 还是因为你本身呢 有原住民的血统 嗯 好 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这个打个照顾 他叫诗笑容 这不重要 诗笑容并不重要 OK 那个原住民比较重要 对对对 好了 这个其实天性应该会有啦 因为原住民他的确会比较乐观一点 可能跟我们这个成长的这个环境啊 你想那周遭都是山啊 都是 那有的人像这个都住在这个台东的呢 他们是海啊 打雾族啊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山 海 然后就是很自然的 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在这个 我住屏东的雾台 有一次呢 我们就看这个云雾翻腾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跟他讲 他到现在常常也会拿出来笑我 当时还很年轻人说我讲的话 我说我的人格特质 就在这云雾翻腾当中所产生出来的 我讲得好像很有哲理 但是那个根本就说我在讲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样讲 知道吗 因为我从小 比如我小的时候 我有很长时间是跟我住的那个地方 除了我一个人跟我爸讲国语之外 其他的有一半是闽南人 有一半是平补族 所以我是在一个原名啊 就是说呢 就混居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我从小我周围的原住民朋友就不少 然后当边的时候呢 又在中恒上面啊 跟泰雅族啊 就是说有一年的时间 我周围就泰雅族 环山坡 所以都很熟 所以我不晓为什么我从小到大 就是说对原住民 我的很多好朋友 就都原住民 所以我对原住民那个很直觉的好感 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投射在施孝荣的身上 就忘了他唱什么歌 好 不过施孝荣今天今天来的重点 我不知道跟我聊 这个因为民歌演唱会 民歌五十 我们是民歌五十高峰会 这个很残忍 就是说那就提醒我已经很老了 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提醒啦 因为我们确实也不年轻啊 我问你民歌 民歌五十这五十怎么算 是从杨玄的那场演唱会开始吗 我知道 我想这是大家一致的一个 所谓约定俗成的一个看法吧 那但是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也很难界定 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的认定啦 比如说在我国中的时候 我就看过有一个女生弹吉他 然后戴个帽子 唱自己的歌 在电视里面 红小桥 红小桥 那在这个之前啊 那他说写的个比方说 你说过啊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一个 还有我 那另外一个叫什么歌 我 这也是他自己写的歌啊 对 所以其实你说那个叫不叫民歌 如果照这样的一个去界定的话 他也是自己写自己的歌嘛 对不对 然后也是也是属于那样的一个style 所以我会觉得啦 那当然大家既然这样说 也就没有问题 那就好 就当做那个时候算是所谓的民歌元年 你们算到2025年是正好就民歌50 OK 那就这样子 所以在民歌50当中 大家所办的任何的演出 都叫做民歌50 巴拉巴拉巴拉 这样子 好 当然有人从 不管从杨玄 我觉得那个起点并不重要 譬如说我听民歌 我真的开始意识到就是说 我是属于民歌这个世代的 是从金运奖开始 对 就是我们的 对 从金运奖 从你们那张专辑那张出 而且那个专辑大大卖 就是让我们这一代开始有了一个属于这个世代的音乐 而且民歌很特别 就它不只是一个音乐 它里面有很强的社会反省 我其实会把它定义啦 就是说民歌这一段应该算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五四 对 我在说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没关系 你说 OK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吧 或者叫变革 Anyway 就是以前整个的我们或者是专门听一些什么翻译的 对 听西洋歌曲 对不对 都是听这些东西 在思笑容之前的时候我们都在听什么 听学生之音 然后听Top 40 对不对 周末的时间的时候就是ICRT 那其实在我还没有听名歌 因为我是第三届 所以我前面也听了两届 那在我没有听之前 我也是一样啊 就拿着那个西洋歌曲那个打开来 然后就那时候开始弹吉他嘛 就开始就弹一些这个以前所谓的Fox Song这些东西 那也一样啊 要么就是跟着我爸妈听谢雷 雨天啊 对再更早的都还会有 好以你一个资深的民歌手 嗯到50年的 你刚刚你刚提到那个那个那个点啊 你知不知道也好没关系 总共你提到了五四 那五四当然是民国初年的一个青年反反省运动 对那个那个青年反省运动 他当然之所以今天我们每年到5月4号的时候都会谈一下 他当这个比较大的反省是一个对于在中国的肌肉不正所说的进行的反省 明歌的明歌的那个背景的烘托 虽然没有这么的宏大的叙事 可是已在当时台湾的不管是音乐走到了一个一个瓶颈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当时的年轻人开始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压抑感 对对对那个压抑感别人我不管了 但是以以施孝荣来讲施孝荣在当当时 你还你要记得你在当时你对于那个那个社会气氛的感觉吗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面临的是什么 中美断交中美断交 OK我们退出联合国啊 OK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到处被否定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刚刚讲说 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一个非常 让我们大家彼此啊 这个所谓的本土认同 很深的一个认同的一个 所以当现在今天我们走到世界各地去 人家讲说你们台湾有什么 我们可能讲我们台湾的原住民音乐 OK我们会讲到我们台湾的明歌 明歌确实是从我们台湾出来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这些年轻人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 当然大环境是这样子 很多人可能会里面会有一点 就是这个 怎么讲 就是飘移不定 不安定的感觉对对 可是我觉得在当时这个 其实让我说很很深的一个本土认同 一个价值的认同 所以我到现在我真的 我觉得说爱民歌 其实到底民歌对我的影响 是什么觉得他对我来讲 是我真的我觉得我非常以你为傲的一个 一段这个光荣的时刻 是这样子 好因为在当时他具有一种的 一种的时代的反反省 他他他他他不只他又不像爱国歌曲 那对虽然呢 好吧是施教荣啊 你们不管是唱唱归人沙城啊 或者唱唱这中华之爱啊 这之类 呃这些歌里面呢 有很强的这种的 就是说对国家的这种的支持的力量 但他里面有一种很强的民族情感 就像龙龙的传人 那他有很强的民族情感 在大陆的大陆刚开门的时候啊 对台湾的民歌也是一样有很强的认同感 如此如罪 因为突然间两岸的年轻人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借着音乐 就勾勾勾勾勾在一起了 但他也有很强的这种的文化的反省的味道 对 所以呢一些新的所谓的新的闽南语歌歌曲了 或者年轻人应该要干干干干什么了 其实在歌词里面来讲 他就不再是传统的那种情啊爱啊的那种明明之音 这个是民歌的特色 可是对于你或者你们所谓的民歌民歌手 你们有有曾经自己去去沟通 就说你们这群人到底代表了什么 平良心讲 当时我们没有抱着什么想法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那到底这个是我们造了时事出来呢 还是时事把我们造出来的 我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 OK 那反正呢就是那一段时间我们的的确确 其实就不要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们很单纯的只想唱自己的歌 OK 那我们可能不 当然你说像西洋歌曲 唱东洋歌曲 没有不好 但是我们总得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歌 OK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很大量的 尤其我们 我们看啊当时你像把我们这个民歌 所说所谓的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些歌曲 你打开来看 词曲创作者有多少人在里面 那个真的叫做百花齐放 百家齐民 有这么多这么多 甚至于说后来所产生的一个很多很多的 我们现在这个音乐人不管目前幕后有多少是那个年代出来的 还有一点 大家每次讲到民歌可能都或者是讲到影响 或者就讲到我们跟这个两岸之间 其实还有一个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一个这个他们现在每年里也几乎都在办的 叫新瑶 那他我记得好像他们应该是七月六号刚刚办过一场 大概七八千人的一个 事实上来讲在那个地方也产生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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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出来 他们也有那种那种就是一样的精神在那边 所以他们那个主办呢 他叫做猜疑人 他也是跟我讲说 我们是向你们施法这个好像那种感觉 我说没有 其实是每个地方的年轻人都会有那样子的生命力 那只是可能我们台湾早一点在民国6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 那你们可能早在晚个十几年开始 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的 嗯 没有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我都我觉得 我觉得在你们这个世代里面啊 你们用音乐去表达跟用音乐去反省 以及用音乐去期待 的那个世代 你们特别明显 在之后你看到 比比你们年年轻的几个几个世代的音乐性没有这么高 当然呃或者是因为我们跟我们是走在前面吗 大家比较容易关注 哦那后面这些这个比较年轻一辈也许受了一些我们的影响 或者是这个这个帮助啊什么的哦 那所以他可能的目光焦点会放在我们这边 但我相信了江山带有闲人出了 哦所以我会觉得说那这个我从来不敢自诩说只有我们 嗯我不敢这么说 嗯那我相信大家既然呃就像我刚刚讲新加坡 我这边的年轻人他们也有那样的生命力当然所造出来的那个所谓的那种那种power 嗯或者说影响的那个也许没有像当时那样嗯但你毕竟时空环境不太一样嗯啊背景也不太一样吗 是人口数也不太一样吗哦所以我想这是这是这是反映出来现象就是这样子了 对了因为新加坡毕竟那个时候才刚建国对对他刚建国了之后其实他们对于什么东西都要新加坡嗯那个是他的官官方的政策 对所以在当时为了要强化新加坡的自我认同所以他的音乐啊表演啊各各各方面他是刻意的嗯但是跟你们呢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我一直我在我在一些场合当中啊我会去去努努力的去思考就说像你们这样的民歌时代为为什么会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记嗯或者成为我们共同记忆或者那些歌对我们来讲都朗朗上口嗯 嗯但是你年轻的时代是不是还熟悉诗笑容的歌就未必对对好但是你说后来的时代有没有有的他们他们比如说碰到一些政治的场合啦好 比如说比如说呃呃呃一些的像他倒雨天天光啊嗯你说他他有没有他有没有时代反而我认为也也有也也有一些呢自己的苦闷感或者对时代的期待嗯可是对于诗笑容或者你周围的这一群的朋友们你们的特征除了唱自己的歌 同时你们的歌歌声本身都不是经过那种职业化训练修修修修修修的很自然的声音第一的第三个如果你不会弹吉他你不要说你是名歌手所以吉他是标配嗯不管在舞台上面要不要嗯第四个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你们这个世代是因为你们还经历过一些苦难对对 我觉得生活是从不好然后看到台湾慢慢变好的过程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那个感觉会特别强烈对我其实我们这一代是真的是看得最清楚的一点啊因为我们从当时真的是那个呃不知道一年当中能不能吃到几次苹果对嗯那个时候苹果都还拍成电影对啊嗯所以这样一直一路一路慢慢过来到现在人人手一一只不知不只一只甚至好几只手机的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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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嗯那当然就还除了这个也有很多啦有很多当然不在我们今天能够谈的这个这个这个范围里面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嗯那所以呢其实的的的确确所以那个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你说这些现在年轻一辈他们他们所经历那当然是没有像我们那样的那么样的深刻嗯因为所受的苦也不太一样嗯像我刚刚讲我是我是我是住在屏洞的山上屏洞的舞台那可能现在年轻人没有办法想象说 呃我我小时候就像我爸在山上这个乡公所呃这个公职人员吧那我寒暑假就到他不怕我爸就接我到山上去他们说哎你这个要要多久的时间可以到我说很快吧早上出发晚上就到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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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靠两条腿去走啊山路啊哈哈哈对不对对不过现在想那种感觉还蛮甜蜜是啊对不对对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少很少小孩子会跟着 爸爸走的满山当然我吧对还有多久还有两分钟对就两分钟都要讲了一千次对就是那个那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跟生同其其境对跟生命体验对所以我说明哥呢其实是一个世代对当时的环境的记录跟他们的生命的体验好在我们现场的那是诗笑容对我来来讲我说他是我的偶像绝对没有没有没有任何夸张的地方 好到现在的明明哥五十高峰会就是2025年明哥五十高峰会最终场就他一定要告诉你说这真的最后一次对对不管明哥四四九十八四七十五好那些的都都过去明哥五十最最终场谁谁知道呢当江江会说他退退退休了之后他还不是又出来了对不对很难说啊至少吧哈哈哈好我还我进广告了回来回来之后呢让诗笑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民歌50年 那表示呢 大家都年过半百了 在这个时候呢 做民歌50的时候 因为到底要哪些人 我猜想了 之所以说这次最终场 是觉得大家都已经老了 然后还能不能唱得动呢 还能不能聚在一起呢 不一定 尤其在那个世代里面 民歌开枝善叶的 有许多的知名的民歌手 之后就出国去了 在海外的呢 也很多 好 那今年的民歌50的高峰会 有哪一些的歌手 让了思孝荣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广告回来 飞的模仿飞的早餐 我是谭家龙 来今天的民国103年 现在2024年9月20星期五 礼拜五的时间 在我们现场 来为大家呢 promote呢 他们 他都告诉我 他票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说 那你还在干嘛呢 他就把票清新吧 把票卖 卖完就就好了 好 在我们现场呢 这个校园 民歌的资深的歌手 思孝荣 好 那你们今年的高峰会 怎么安排 怎么安排 其实对我来讲 我现在很难 非常难回答 因为高峰会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说民歌50 但是民歌高峰会 是从20年前开始做的 那几乎年年半 那也就办到现在 到办到明年呢 是第20年 所以我们明年的演出 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50 民歌50 一个呢 就是高峰会20 anyway就是 他都是最终厂 好 那这个 所以 之前我当然 因为已经办了19年 19次了 所以厂次也办了这么多 那所以明年 这个对我来讲 所以很多人像我说 到底你是怎么想 我说其实 我要坦白讲 我还没想到完全 因为 因为今天的版本 跟明天的版本 可能又会不一样了 我是一改再改 一改再改 没有办法 这因为最终厂太重要了 那你呢 你到现在为止 你都已经 票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然后你的歌 歌手跟歌单 那么确定吗 歌手确定 但歌单不确定 歌单不确定的意思是 比方说 比方说好 我就讲说 像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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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正阳 他是三级歌王 他这么会唱 那他会唱的歌 又那么多 那我到底要挑 好像一摆出来十首 假设这首 我要挑哪一首 今天觉得这两首不错 明天就这样 好像另外两首也蛮好的 又把它换过来 所以这样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我自己都快精神分裂了 所以他们会这样子 可以理解 谁跟谁 而且尤其是这样 那因为我们这演唱 他不会是说 一个一个 好像上菜一样 一个一个就过去了 我们还有组合的部分 谁跟谁组合 谁跟谁组合唱什么歌 OK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些 就跟观众互动的部分 以前没有的 这次我想到了两个点 这个 我想这个 当然就现在可能只好卖关子了 但是我可以这么讲 我可以讲其中一个 OK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跟 因为我这 这个这么多年的 所谓的演艺生意当中 我有一段时间去拍戏 对啊 OK 所以呢 名歌手还能拍戏 大概就是笑容了 好了 对 你要维持人的 真的 你知道吗 你要维持人的 这就是我肯定是笑容的原因 就只有是笑容 没有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能里面会有一小小的一段 就类似情境戏一样 OK 那所以这个里面呢 这个就会 时间很短 那就要看我的演技怎么样子了 那就会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所以就是集一生的这个功力 要放在那个两个多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面 他一定是个精粹 所以我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不断的烧脑 就是这样子 对于对于 因为你一直都还在舞台上面 不管是演戏或唱歌 但是有一些的歌手 其实他们可能淡出舞台已经非常久了 那每一年每一年随着你们的召唤 那重新回到舞台舞台上面 这些的歌手们会很兴奋吗 就是觉得我要上台了会很兴奋吗 上台的兴奋大概是80分 相距的兴奋大概是98分 就是说你看 这么久没有见面 对比方像杨耀东好了 杨耀东 他平常就是Las Vegas 对对对 那那家里当然经营餐饮 那这个 这当然也做得很好 我访问过他 他做的 OK对对对对对 他他对对对 OK好 那他他的状态也很好 问题是他在那边 我相信啊 不能说他苦闷 但是他跟我们这些老朋友 他见不到面啊 没办法一起唱歌 所以所以我们前几天请他来的时候 他人来了就算了 小提琴也带来了 什么也来了 我说哎我没听到记者会你 我说谢谢你带小提琴干嘛 他就没有啊 他就是反正就带着 那哎谁又带一把吉他来什么样 就我们在后台大家就玩起来了 嗯 那 好开心 好开心 就唱了歌 这个歌比方说这个歌以前也没小提琴管他就起来就拉了啦 嗯 就唱啦就这样子 大家就你知道这我们那天啊这个在就是在在在因为在等嘛 等那个记者记者会啊要拍照啊什么的 OK那在在那个啊一桌啊大概我们就是这个八个歌手坐在那个地方就好了弹吉他的弹吉他 他乔桌子的乔桌子的这个这个这个干嘛的干嘛对不对拉小提琴拉小提琴就这样就像这样这样的玩嗯 我心想说哇这个那那才是青春对我说那才是人生真的叫做对友当歌人生几何不然我们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对所以所以你们你们平常就算不唱歌的时候也很难这样子这样碰很难很难对啊你尤其像杨花东他这个这个这个根本就是他在美国啊对啊对所以我们多久才能见影四面啊那更不要说像他这次比较遗憾的是有几位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嗯有就其他的状况比较像陈明嫂嗯其实我也有邀请他陈明嫂他现在在这干嘛他是在这个旧金山在旧金山在旧金山那他很年轻就出国了对啊他他最早出国对他几乎就是毕了业就出国而且很早就结婚了嗯啊所以就在那边就就就是等于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就是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在那边生活的你你你你你你你听他当初唱的歌就就是要要 这叫出国的歌啊 overall it's a canvaszysta results就是要出国啊对啊我们前几年拿呃之前都还有请他回来了他能说都还都还OK啊那这那呢那当然这就比较遗憾的嗯啊啊明哥五十嘛我找我们的他又他是第一届的队中 mic�� issue 其实是他第二届冠军是奇遇 第三届冠军是这个王海玲 好厉害啊 王海玲是我大学同一届的同学 真的啊 对对对 对你们都太大了 对对他说他社会 他社会系 对对对对 那我跟他说都都是第三届 他是冠军嘛 所以我跟他是世仇啊 对 到现在还一直过不去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这个 所以这次能够请到 我们现在总共15组的歌手 那的的确确 我要我要说 其实15组没有办法涵盖 所有的人的期待 因为大家都希望很多人 但是呢 很多人又有一个问题 你很多人的话 那你我刚刚讲光15个人 你就已经很难说 把他的所有的成名曲都盎满 当然 都已经不可能了 那如果说人又更多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你考量了很多 很多 所以我到最后我们就决定 OK 15组的歌手 让每个歌手 都能够把他的这个 非常非常独特的 那一个各个面 都能够表现出来 你哪15个 施孝荣 施孝荣 杨耀东 殷正阳 然后周志平 周志平 然后这个叫谁 那个 罗吉正 罗吉正 对罗吉正 对罗吉正也跟我也是同 对第三届的 好 然后李明德 李明德 王瑞宇 王瑞宇 最好玩的是 王瑞宇也来过 对 最好玩的是我们找了一个 大家很难想象 其实呢 他当时我是形容他 来不及 就不够老 所以没有办法 这个去参加金运奖的歌手 对 谁 王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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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厉害 他唱得非常好 弹得很 他吉他也很厉害 真的 而且后来 我当然因为 我 他看起来比你 憨厚了老实很多 他本来就应该比我老 不是老实而已 好 OK 王中平 还有呢 OK 那这男生吧 八位 对啊 OK 那女生 对啊 我想说你为什么数的决定是男男的 对对 还有女的 然后 正宜 正宜 也是我们同一届的 OK 那王海玲 王海玲 在金之娟 金之娟 金之娟 然后那个 那个 于台烟 于台烟 然后那个 陈爱梅 陈爱梅 对对对 然后 许锦淳 许锦淳 OK 然后还有一位 我怎么必须要想不起来 你赶快想起来 你漏了一个 我其实 我常常会漏掉女生 然后不会忘记男生 真的吗 对 无意的 我下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不过 你刚刚讲像许锦淳 许锦淳 我也反过来几回 就是 当然 这个很现实 就是说 同一个世代的人 就像 譬如我 我现在访问 施赵荣 我想起来了 谁 赵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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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访问过 所以我就讲 他们这都是不够老 对 不够老 赵永华 对 他又到现在 因为都还是娃娃娃 对 那个看着 真的不会老 对 所以说 你看 就是同一世代的 攻击我 那就随便聊 都是突然 进到时光隧道里面 好 在我们现场的 诗笑容 我 对 其实 我 我这几年 到没有参加民歌演唱会 可是我在之前 我在参加民歌演唱会的时候 我还写过一篇文章 我还记得我那文章内容是说 我在听民歌演唱会 跟听其他演唱会 我觉得你们在台上 因为底下是黑的 所以你们可能不太会 会感觉到 可是其实还有 观众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 你知道听民歌演唱会的 大部分人就是 当你们在唱歌的时候 许多的观众的眼睛 并不是看着你们 大家的眼睛 都在不同的方向上面 我认为大家都在自己的回忆 我懂 其实就听啊听 但是你会发现 大家做的方向 他不会像是听一个热门乐演 叫完 荧光棒 在那边挥 大家不会 可是他是一种 底下你千万不要 他因为底下的观众很安静 所以你认为他们的反应 他说不 我认为那个是很深的反应 对 就是进到时光隧道里面的 是非常深的反应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诗笑容 当我们的听众 如果你不熟悉诗笑容 也没关系 但是你爸妈一定很熟 那你说我对诗笑容歌 没兴趣也没关系 我也不勉强你 因为我们不同的世代 但是你爸妈一定一定很有兴趣 那你不买票没关系 你帮你爸妈买 OK 这次我告诉你就是 你爸妈如果就知道 你帮他买了民歌高峰会的演唱会的票 他一定会知道你真的很孝顺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跟诗笑容聊 好 飞铁波网飞铁早餐 我是谭嘉龙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诗笑容 诗笑容不管你是在一些的戏剧上面看到他 或者是以前那些电影拿的等等 因为他你看他就想笑 我相信了 就是说许多人会特别熟悉诗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你心情就自然变好 你会有种感觉 是因为我的长相吗 让人家觉得好笑吗 倒不是长相好笑 而是因为你就很笑脸 真的 对 难怪我常常看人家对我是笑脸赢我 对 你就看到诗笑容本人就觉得很开心 那就好 那可能也正这个原因 所以你会觉得在你们的民歌时代里面 你很有号召力吗 我不敢讲我有号召力 但是基本上 我其实是这样子 比方说这十几个歌手 那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我深爱你们每一位 那比方说 比方说我随便讲一个 我就讲男生比较好 比方说这个 我刚常讲应正阳 比方说杨耀东就好了 那我因为爱他 所以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的很多 除了音乐之外的点点滴滴 所以当我在设计节目的时候 内容的时候 甚至talking的这些脚本的时候 其实我这些都在里面 所以他有的时候 大家看我好像台上 好像啪啦就随便讲一个什么东西 事实上在后台东西 不是在后台 在我在设计的时候 在计划的时候 都已经想过千百回了 那所以可能也是这样吧 但他们觉得我用心 所以他们就 我不能说一呼百诺 但至少就说 当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演出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一起来 感觉像是同学会 不像是音乐会 就同学会 因为我相信你们每个人 除了在那个时候都红过 都很红以外 同时我相信你们 大概都有意识到 自己可能代表了一个时代 所以当这个时代 在召唤你们的时候 让一些的歌迷们 每个一阵子 可以在这听到你们的歌声 那会到现场 会很热情的进来买票了 我相信大概都都有点年纪 这个这是必然的 就是一个一个时代的标记 好那施孝荣他们现在在办了 2025年的民歌50的高峰会 那后面还加上一个最终场 就是你这次再不听 你下下就不一定听得到了 听讲蛮可怕的 好不过很难讲 就是说反正50 总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日子 好那你们这次 除了15位歌手以外 你们一共就三场的 对不对 目前 但是因为我说这个 我今天来是负责要把那个庙 先把这三场先清完 对对对 清完之后 如果再有多的再加办 对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好那那那前两场是在台北 前两场1月11号 下午晚上隔一场 在台北小巨蛋 1月11号是礼拜几 礼拜六 礼拜礼拜六 礼拜六早 就是下午 跟晚上隔一场 在台北小巨蛋 小巨蛋你们要卖 卖多少座位 一万多张 一万多 一万多 这样子你也敢卖 也快卖完了 两场都 那你很有自信 不是我 不是我自信 是因为观众才是太爱我们了 不过这种多半都要很大牌的歌 歌手才敢这样卖 哎呦 他们都想到最终场 对不对 同情要同情一下 对的是你还可以快卖完 因为因为过过过过过过去阵子的过去几年的一些的民歌的演唱会 如果到国国国会议中心算很大了 我们是我们就从国际会议中心对啊开始的了对对对那些后来都大部分都到 也就是也就是几乎就在小巨蛋嘛 那我只能这样说了 其实因为呃 刚刚这个小龙你这样子也鼓吹也鼓励年轻人 哎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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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年级的自己买年轻人对孝顺啊 我我每次这样讲 对啊帮帮帮帮帮妈爷爷奶奶啊 这个这个对一买就买了十张啊 因为啊因为因为年年轻人你不太能够感觉到 就是说父母亲现在在他们的环境对对 他们的环境里面不太会有他们的音音乐 年年轻人的歌啊不同的世代 我也很很现实讲不同世代有不同的音乐了 其实这个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流行歌曲 他就是反映当时当代那个时候年轻人的生活的一切一切一切 啊那我觉得他也就是这样 那所以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音乐 那当然了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演唱会的现场 他的确年龄层会比较偏高 当然 但是呢 诶上是说啊我们唱的时候他们眼睛闭起来在想啊什么什么的 可是当我们嗨的他们也会嗨起来 因为他们也年轻过嘛 我们大家一起在把那个氛围再带回到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要把全场带嗨起来 真的 所以你看我一万多人一万多人你看你看好 三个小时内我要大家我要大家哭 我大家笑我大家跳嗯 我大家跳嗯很难啊 好不过因为民歌演唱会当不太会有那种载载歌载舞的情况对不对 我们有过一次然后没有没有没有事先没有彩排的嗯 最后呢要唱拜访春天嗯 结果呢我们就走下台去没想到观众就跑上来了嗯 我们就在那边大家都会唱台北小就不是唱 所以你你跳过那原住民的那个人家跳了什么蜂年纪那个那围起来在那边跳啊 从来没有想到居然那一次就这样子绕着那个小巨蛋里面那个那个空的位置啊 他就这样跳起来了哦 在讲我记得记得他真的是这样啊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那个不是排练的是当场临时突然就这样子我们就走下去没想到观众反应是这样子 所以嗯这个对一些对一些对一些年轻的时代来讲拜拜访春天大概还还唱比较熟的歌了 因为他之后一直都有传唱对有点有点像是早期的救护团的歌有一点对对对对 就一直一直传传上下来而且民歌因为他的他的词曲都很干净嗯 就是不会有太太复杂的那种的那种的呃词啦要刻意的去贩卖点什么没有就是他词词曲都非常简单非常的口语 所以是那个世代里面的一种的回忆我我我我刚讲就年轻人可能要去考虑一点就是说你你你可能会误以为你爸妈是不听音音乐 嗯嗯嗯那只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啊已经已经不会在第一个他们可能放他们的音乐可能也也会也会觉得啊对对年轻人来讲没有感觉 第二个就就是也没有让他们听音乐的环境所以我会注意到许多的比较年轻的世代你可能会误以为你能不能父母亲不听音乐 嗯或者没有他们的音乐但是如果你的那父母亲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五六十岁以上的到七八十岁的你帮他买票嗯你让他你让他进来你就看到你爸爸妈妈完全不同的对对对对这个呢是我在民歌演唱会我常鼓励你如果你想看到你爸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因为你因为你没有看到过啊对你不知道你爸妈年轻什么时候样子你让他听民歌演唱会因为你爸爸是会这个这边惊声尖叫的对对就是呢爸爸妈妈的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睛里面的那个光对那个对没错没错没错对不对用平常看到的大概就是那个好像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精神要不然就很疲累要不然都在忙家里面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爸妈年轻时候呢他们在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嗯 民歌演唱会你看他们眼睛发亮的样子就非常不一样好那是要说一月一月十一号下午跟晚上各一场对那另外一场呢啊2月15号在高雄的巨蛋高雄巨蛋两个巨蛋高雄巨蛋多少人也是一万多人哦那也也快也快买完了对啊所以我我就因为因为是这样一来之后我觉得拍态度就有点骄傲哈哈哈哈我就我就觉得他那个态度就说可以可以就反正聊 一聊嘛反正把票卖完就好了我我我我特别声明我绝对不是骄傲我是狂妄哈哈哈哈就是对他这样因为民歌民歌五十再加上我我说就是到了到了这这年纪的时候啊能够能够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听听自己喜欢的歌的机会真的是不太多好所以呢不管是在台北跟高雄的那非得的听众们 非得早餐的听众们绝大部分了我非得早餐听众们大概听施孝荣跟我在聊天的时候大概都很有感觉那剩下的票还有多少多少我不知道那赶快呢这一场哎售票是哪那个系统宽宏售票系统宽宏售票系统宽宏售票系统我刚刚听笑容你这样子一鼓吹下去我相信这一播出之后大概就清仓了对差不多我们刚才以以非得早餐的威力大概就是我相信就是这样 那你就那就准备再加长加长加长不加用就看你了哈哈哈哈加我压力就很大好但是呢因为民歌五十我说了就不管是呢听到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年轻的一代如果说要让爸爸妈妈可以回到他们青春时候有一点小小的简单的快乐听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现场的时候你就你就会因为以我听音乐的经验 反正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到了现场之后你就发现换了一个人 那如果你能够陪他们进来你就更能够感受到我刚刚讲话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会进到自己的时光隧道里面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不嗨我告诉你就是当他很安静听的时候他在他的记忆里面你不要去打打扰他就让他听要不要嗨呢你就交给施孝容就好了好那售票呢宽宏售票售票系统反正如果你不会买那反正问一下了或者叫小孩呢帮你帮你盯那因为现在就三个场次台北呢1月11号 下午跟晚上呢各一场那高雄呢2月15号就就一场这三场卖完之后其他再再再再说毕竟呢明哥呢50年的是时间大家能遇到今天还能够听歌的其实也都不容易啊的确的确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呃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嘛我们所有的歌手们大家要把身体养好对观众也是一样对就是能听的能唱的其实都不容易对60再说吧来感谢了今天到我们 现场的施孝容谢谢谢谢强龙谢谢好2025年的明哥50高峰会最终场三场大家呢自己去抢票感谢